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水龙头开至最大 洗手盆下方水管一时无法排水 这时候洗手盆就会累积水位 就像是士林关底周边发生的积水案件 成一式士林关底明沟排水容量不足以容纳建坦山 福陵路北南侧及周边积水范围禁流 身为地区唯一的大型排水沟设施负担很大 因此台北市公务局水利处要在关底门口旁设置置智洪池 提升地区降雨容受力 士林关底智洪池我们是利用公有的公园用地 来进行地下智洪池的兴建 主要是这个地下智洪池 可以吸纳差不多有1万立方公尺的水量 对于周遭的建坦山 从它建坦山山系下来 是直接会有一些水直接冲击到我们的福陵路 跟中山北路的入口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地下智洪池的兴建 完成以后把这些水量吸纳 那甚至上面的公园 我们还是继续恢复把它做绿化 那对整体的生态跟竹温体的景观 都是有正面的帮助 计划缘起 我们为什么要兴建这个智洪池 是要解决哪一个地方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中山北路五段与福陵路交叉路口 这个积水范围 是一个易积水的地点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 大概是我手指的方向前方的交叉路口 根据统计从100年到112年 这个地方总共发生了8次的积水案件 上面这张是109年8月3号 中山北路五段积水的照片 下面这张是109年8月27号 福陵路积水的照片 计划目标 我们要改善积水的状况 首先就要了解当地的排水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北路 东西两侧的排水都是流经福陵路 最后排到中山北路五段 470巷这条大名国 这是大名沟的照片 那福陵公园 它的排水是北往南排 最后也是流到中山北路五段 这条大名沟 至于福陵路本县 是东北往西南流 最后也是排到这条大名沟 那也就是说 下大雨的时候 四面八方的雨水 都会往大名沟集中 造成大名沟水位高涨 于是上游交叉路口的雨水 就无法顺利排入 于是中山北路五段与福陵路就成为一个易积水的地点 那如何解决积水问题呢 首先就要降低民沟的所谓 于是我们计划在士林官邸北侧的这一块空地 兴建制洪池 那下大雨的时候 就将雨水导引到制洪池内 这样就可以解决当地的积水问题 那制洪池完工以后呢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保护标准 目前当地雨水下水道 一个小时只能承受60mm的降雨 那法规规定呢 一个小时至少要能够承受78.8mm的降雨 那我们制洪池完工后 不仅可以符合法规的规定 而且我们更提高保护标准到 一个小时可以承受88.8mm的降雨 接下来说明设计里面 第一个设计里面是多目标使用 我们制洪池的设计是兼具景观与防洪功能 制洪池分成上下两池 最主要的制洪功能是在下池 那上池我们设计成为一个景观生态池 平常可供民众休闲使用 第二个设计里面是节能减碳回收再利用 左边这一张是景观生态池的平面图 那编号1234分别搭配 右边这四张照片 编号1是透水铺面 透水铺面下方我们设置雨水基砖 可以将雨水除流回收再利用 编号2在湖周边我们有设置石龙造型的座椅 可供民众休息使用 那这个座椅也是用废弃的混凝土块 回收再利用制成 节能减碳又环保 编号3跳岛步道我们铺设花岗研板 也是原本公园的材料 回收再利用制成 编号4凉亭 凉亭除了可供民众遮衣休息外 那凉亭上方我们有铺设太阳能板 它也可以提供循环抽水所需要的电能 兼具景观营造与节能减碳 第三个设计理念是景观营造 我们计划把景观生态池打造成为一个都市花园 它有三个特色 静 静 静 第一个静呢 就是生态池中央我们有设置跳岛步道 那行走在步道间可以享受被池水拥抱 让民众更亲近水 第二个静 我们生态池有设计跳岛步道 观景平台 水生植物 为社区民众提供一个更优雅清静的环境 第三个静 是在破地后方我们有设置水梯进水池 那透过层层的水池与植物 净化水体 同时也可以呼应早年农耕时期的生活迹象 改造后 制洪池分为上池及下池 上池周边有绿地池水步道 复合值灾修气空间 空间比现况更有效利用 并不会影响现有的绿地修气地 这一次制洪池是我们花了这个4.6亿 那原则上就是要解决中山北路五段跟福林路 那一台一椅大概多盐水 那我们希望原来的这一个公园如果能够做一个这个细红厨 那让原来的容塑率 本来每小时60厘米的部分提高到88.8 那原则上能够这个解决这里积淹水的问题 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市民会担心原来的这一些利化是不是会被破坏 但是这一点我请所有市民能够放心 我们不但要做好这一个制洪池 那制洪池完成了以后上面 我们还是会恢复原来的这一个我们的公园立地 那还会比现在不管立化或是拓水 那环保的生态的部分还会更生态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开工最只要是能够取得双银 能够有公园也能够解决这里的积淹水 那这个工程我们今天开工 在115年4月2号我们就会完工 市林官邸志洪池动土开工 副市长李四川带领市府人员相关人士祈福 预计115年4月上旬完工 施工期间也会设置监测仪监测地盘 以确保周边建物结构安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产业发展局长陈俊安 与北投区农会理事长开心地 与花田中才花的小朋友合影 这里是阳明山竹子湖 拥有全台最大且唯一的白色海域田 每年的重头戏活动竹子湖还预计 今年特别选在3月14号正式起跑 邀请民众一起来见证浪漫白色情人节 那我们知道今天开始啊 整个的竹子湖都会非常的漂亮 尤其呢竹子湖是我们唯一全台湾最大纯白色的海域田 这个纯白色真的是我们很独有的特色 所以呢在白色海域田 其实我自己本身不管在什么角色 我都很喜欢来 因为它给我们感觉就是很平静 很纯净 很幸福 很浪漫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一直到4月18号 都要欢迎大家呼朋引伴 好不好 一起来这边来欣赏美丽的美景 轻轻挺拔的立于水田州 纯白的海域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直说真的太美了 今年花矿不错而且天气很好 对然后很美 翠绿与纯白相间的花海 让整个竹子湖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大朵的海域更令人赏心悦目 花龙表示今年因为冷热交替 频繁的气候因素 海域花开的较早 目前已逐渐进入盛开期 气候其实跟往年比起来可能早一点回暖 所以今年花矿其实算还OK 只是开花的时间比较提早而已 那相对的可能花季结束时间会稍微早一点点 但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哦紧张紧张 哦左边吗左边吗左边 H H是告白成功 除了赏花外 由花龙们亲手打造的海域地景花艺也颇值得一看 不管是花田悄悄板造型棒棒堂 发条市区车等都充满了复古与童趣 为整个海域祭活动增添风采 花田悄悄板 没错 还有造型棒棒堂 大家很爱吃棒棒堂 没错都在里面 还会有呢 小时候有的叫做发条市区车 你们有看过吗 有看过跟我一样有年轻的 小朋友可能有点难 还有大型的鸡木 大型的竹蜻蜓 大型的木猴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就记得一样 好好的去品味一下 为了增加农民展授机会 青年假将举办竹子湖在地市集 八岛干妈店 还与知名冰棒业者合作 在各农园推出花季农园限定水果冰棒 另外在信义ATT for fun 花博农民市集 及新北投车站 也会有花季造型胖卡宣传咖啡车 现场打卡就送限量海域图案咖啡 邀请民众上山赏海域花 我们都知道阳明山上 人文是非常强的 说明有很多是人文的走读 了解我们地方的历史 这很重要 再来呢 我们还会有在清明时节 清明假期会有所谓的 八岛干妈店 会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活动 所以清明假期 如果有朋友在中南部 欢迎来到台北 来到我们这边来过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假期 面积达96公顷的竹子湖 休闲农业园区 是台北市最大的休闲农业区 除了传统农业 更能提供游客丰富多样化的 休闲游器活动 邀请大家上山来趟赏花 西游走读野宴之旅 深度体验阻止胡之美 记者张祺腾台北报道 国民党书记长洪孟凯提到 从2023年开始什么都变贵了 到了今年的2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冲破3% 创19个月的新高 且连续三年外市涨幅扩大 成为通膨隐忧 他质疑政府预计4月电价上涨之后 整体性的成本就会跟着上涨 最终消费者将承受电价上涨之后 万物起涨的苦果 2月物价年增率已经破3%了 实质的薪资不成长 我们要问民进党政府 你们还要不食人间烟火多久 4月份难道还要再带头调涨电价 造成另外一波 让人民痛苦指数持续增加的状况吗 我们开场先用现在赖金德总统当选人 也是过去民进党立委赖金德 你曾经在马正普时代的时候 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你的标题写什么 我们感到非常的讽刺 标题写 政府无能长使宿命 你们那时候整理物价涨多少 所得不成长 当时的赖金德 你能在这里 当时的赖金德 你在骂政府无能 因为只会涨 政府无能 因为不能控制物价 政府无能 无法帮老百姓增加所得 我们今天我们党团 远风不动 把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画 还给你执政八年的民进党政府 还有即将再上任的赖金德总统 要不要先面对国人 你们过去怎么骂 当时的政府 现在无能的政府 就是你们带头出来的 各位媒体朋友 我想过去这三年 为什么我们这么沉透 为什么我们让大声几乎 因为涨价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 从2022年物价上涨 55%的人都看衰 家庭经济 2023年 什么都变贵 涨幅大家都有感 到2024年 2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 已经冲破到3%了 创19个月的新高 外食涨幅 扩大成为通膨的隐忧 连续三年 好几年都在民进党政府 都在蔡英文总统 第二任的时候 让国人感受到物价全面调涨 而薪资呢 薪水 2019年 2020年一直到2023年 到时候变成不成长的一个情况 薪水没有变多 我们常讲万物皆涨 唯有薪水不涨 这句话真的不是口号 这句话是人民真真实实的感受 这句话也是政府部门统计出来 告诉我们的结果 是不成长的情况 所以物价持续飙升 但是薪资不成长 而现在我们要说4月最重要的是 难道连所有能源最根本 以及所有民生商业 最根本的成本 也就是电价 也要再涨一拖吗 再涨一拖 物价会怎么飙升 人民的通普指数会怎么做 立委罗志强认为 蔡政府酝酿涨电价的消息 已经好几个月 为何不能再等一个月 让赖清德自己来面对涨价政策 涨价 是不是你受益 是不是你同意 我认为这一波的涨价 就是赖清德受益 或者是他至少是他同意 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在质询民进党的官员 我问陈建仁 我说NCC的委员的提名是重大的人事 重大的政策 你会不会跟赖清德沟通 他说他会跟赖清德沟通 换言之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我认为这个看守政府 用短时全面巨大的涨幅 帮帮面面全部在调涨 涨价 包括挂号费取消上盖 然后让挂号费大幅的涨价 包括这次电价的大幅准备要调整 都有赖清德的参与在其中 当然我请赖清德 你也可以站出来否认 或是你直接表态你反对这种 长死庶民你的金句 无能政府长死庶民的这样一个做法 赖清德你站出来 否则很显然你就是想透过 看守政府以摆烂的方式 然后拆掉涨价的炸弹 你上任之后就把所有涨价 全部推给这个看守政府 我在这边要引述 蔡英文总统曾经说过一段话 这个政府在感受人民的痛苦 跟人民的感觉真的差很远 我觉得很多的涨价 真的要好好的从长期 这么短时间 这么巨大的涨幅 对一般人民来讲 真的是很大的负担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 洪孟凯 副书记长郑正前 罗志强张家俊 以及国民党立委 罗廷伟叶元支等人 召开记者会要求 包括农与用电 教育相关用电 以及330度以下民生用电 必须动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我想一开始 我想要请大家陪着我 我们默哀30秒钟 希望我们的凯凯 在天上无病无痛 然后可以早日 找到一个更好的家庭 更爱她的家人 记者会开始前 市议员陈兵甫先为男同凯凯之死 默哀30秒钟 陈兵甫表示 事发至今 新北市政府 儿童福利联盟 不仅为具体检讨改进 新北市政府 更不好好检讨 反而讲些五四三 新北市跟儿福 他们做了什么反应呢 新北市到昨天晚上 才发了四点声明 而且里面讲的 全都是乱讲 包括我刚刚后面在提的 他们上面写的说 相关法是儿福接触 他们持续跟阿嬷联络 我们在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在意的是 他9月1号 由儿福联盟 转介到新的保姆之后 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关心吗 他们把焦点放在 说跟阿嬷联系 去看的是阿嬷 还是要看小朋友 下面也一直讲说 明代说法不实 他是男婴求助之后 就积极介入 所以他没有强制出养 出养是在之前的事情 因为有出养的事件之后 才有转介 才有到目前这个 令人罚子的保姆的身上 你新北市政府到现在不好好检讨 然后在那边讲一些五四三 另外我们再来看儿童 儿福联盟 前天晚上 我跟儿福联盟的秘书长 白秘书长有通过电话 他一再地跟我讲说 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 社工压力很大 督导非常地懊恼 他们也都睡不好 我也相信他们了 然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说 其实网路上已经流传了许多的照片 及最重要的是那些的LINE的对话 我还好心地提醒他说 依我看到的资料 老实讲很难相信 这样的保姆 是这样的社工 是真的有去督导保姆 因为他里面有提到说 保姆非常爱这个小孩 然后额头受伤 是大家如所说的 是因为公元撞到 牙齿会磨是因为牙医说压力太大 就磨一磨 然后小朋友不敢跟社工对话 是因为小朋友害羞 如果说真的压力太大 小朋友压力太大磨牙 是不是社工更应该去关怀 如果一个小朋友 不敢跟大人的互动 表示他是不是有一种问题 更应该要去关怀他 更应该要去了解原因 我好心地提醒他 他跟我讲说 那个部分是因为家属 断章取玉截图下来的 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 我也相信他了 结果昨天检掉去搜索 然后认为怀疑他资料造假 然后还衍生了上靠的案外案 陈兵府认为事发以来 各单位都说做了该做的事 为什么虐童案还是发生 孩子还是走了 若制度不改变 不把问题点找出来 汉事仍可能会发生 每个单位都说他做了该做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对台北市来讲 他这个案子就是一个保姆收接收 开始接收了一个小朋友 开始做照顾 所以他们依规定 必须要第一个月里面去访试一次 之后一年内必须去访试四次 就是每一季要访试一次 并不是像其他的民意代表所说的 他们后面有四次没有去 并不是这样 是第一个月要去一次 后面一年之内要去四次 所以台北市政府认为他没有错 新北市政府认为说 我转介出去之后 我就是儿福联盟的事情 他并没有错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才说 以现有的制度 他们都说他没有错 问题是凯开还是走了 表示现有的制度 就是有很严重的缺陷 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憾事 那至于大家 理性面来讲 法规面来讲 他们似乎没有错 但是感性面来讲 大家心里能承受这样的事情吗 因为大家的互推皮球 造成这个事情 到目前没有人可以负责 然后甚至到了礼拜一 新闻爆发之后 大家都还在推卸责任 这个就是我无法容忍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来召开 这样一个说明会的 最主要原因 如果说12月14 你已经没有做到了 老实讲就已经该死了 如果这个小朋友 是你的亲人 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 你会怎么去处理 你会怎么做 我想大家都要有同理心 公务人员 甚至一般民众 我们大家都要有这样一个同理心 12月14 已经错了第一步了 在这个礼拜一 整个事情爆发之后 更应该积极地来面对 而不是推卸责任 陈平福表示 周一事件爆发后 北市府提出 七点改善计划 其中一点是 他一再强调建议 未来不应由 单一人员去访试 台北市政府 至少他做了一个 相对积极的动作 礼拜一早上 新闻爆出 他们在礼拜一的下午 他们就提出了 七点的改善的一个计划 里面其中一点 其实就是我一再也要强调 也一再建议的 就是未来的访试 不应该由单一 人员去访试 因为毕竟一个人 可能他有不同的见解 可能他的经验不足 所以有所疏忽 所以未来 我希望是所谓的双访试 目前台北市政府提出的 是所谓的第三方 就是要两个单位一起去看 两个单位一起去看的好处是 第一个可以互相监督 到底有没有到了现场 像这一次 儿童儿福联盟被质疑的就是 我们这位社工 到底也没有亲自到现场去访试 如果是两个单位 互相在监督的时候 你无法去作弊 第二个 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开的访谈 一位访谈保姆 一位把小朋友带到旁边 去跟他对话 去看他的反应 甚至可以看他身上 有没有不寻常的伤痕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这是在这个时间点 马上立刻必须就去做改进的 才能避免其他的汗事再度发生 陈兵甫也呼吁民众不要退捐 毕竟儿福联盟还有许多计划正在进行 不要牺牲需要帮助的孩童 但希望儿福应该要讲清楚 不要辜负捐款人的信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走在日常的街道上 咦 正面挡土墙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色彩缤纷的图案与字眼 吸引往来人的目光 这是台北市内湖路一段387项旁的街道 联合国永续经营目标SDGS 透过美学设计才会在墙上 让17项目标融入百姓居民日常生活中 这个区块原本是一个土堆 本来是没有通的一个山坡 小山坡 那后来它打通了 变成是一条路以后 因为上面的道路 上面的那个坡坎上面 都是私有地 政府的地就是这一片挡土墙而已 那时候所有的树枝都涨到外面来了 所以这个区块就看起来是比较黑暗的 那也比较没有人去走这一边 那现在因为有了西湖公园这边 那因为林理长他把这个公园都整理得很好 假日礼拜六礼拜天都有一些的小朋友家庭 做亲子的活动都到了这个公园来 那我们就想说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挡土墙 能够来跟国际接轨 迎接这个永续的这个议题 那我们大家能够来一起推广 那把这个这个路啊做得更棒 让大家能够经过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17项的指标 那在17项的指标 让他能够融入说我们的生活里面 每一个人只要做一项两项 大家一起来推动 那就可以能够能够去把它 把他的这个世界观做到一个极致 感谢大地工程处新工处的单位的支持 这全部费用都由市政府 他们预算去采会的 这不要国际观啦 这样 也非常感谢说那个市政府那边有协助 那区公所这边也支持 那大力的这样子推广这样子 那我们的那个区长 那各部门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包括说我们在会堪的时候 都有那个主命都过来 过来关心这样子 西湖国校太鼓队 铿锵有力的鼓声 以及大学生热情斑放的舞蹈表演 让西湖活力十足 内湖区立山丽与西湖里携手合作 办理SDGs永续经营地族台湾方野世界 揭幕仪式 将永续发展17个目标图像 彩绘在党土墙上 这一面党土墙成定是一个平淡无实习 而且无实无法的党土墙 那透过我们黄俊龙里长的努力 以及林沃龙里长的努力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一个公务局 帮我们把这个这面墙立化 然后也透过了这个我们永续发展的 跟17项的目标图案 能够采会到这700公尺的党土墙上面 这个印度理念之上非常感谢各位 那永续发展是我们全球的一个趋势 那也是我们因为台湾也是地霞人头 那这个资源也非常有幸 也就是我们台北寸所寸间的情况之下 永续发展这个理念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非常赞叹 非常感谢那个黄俊龙里长 林沃龙里长能够把这个 落实这个永续发展的理念 能够落实在这个图像上面 让我们这个 在栗山跟我们西湖里这样 人渐渐退却以及那个 玉璃连结这个地方 能够落实到这样的体验 它落实到生活的理念 这个俊龙里长 对这个区块 这十几年来贡献非常多 尤其我跟王校伟比较老 这个西湖公园这个停车场 其实当初我们也努力很多 但是今天再把这个社区这个墙壁 我主任来这里会刊就有好多趟 我们给大地处 给新工处鼓掌一下好不好 谢谢他们 但是我们这些民意代表 跟我们台北市政府 这个新的市政府就换新的嘛 跟这个民意代表 我们要把这十七个slogan 当作我们文静的目标 以及我们城市未来奋斗的目标 这样才是我们真的是晃眼世界 立足台湾 希望我们这个八个字 成为我们五位之间共同 跟民间努力的目标 我们内务都在做 内科啦 已经把我们内科的产值 那么多在世界各国都在做 你看看全球的伙伴 这个应该是太极门的 那第二个和平正义 包括我们的利地 包括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气候 包括我们的碳排 种种 这个就是什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 我们国家必须要做的一个政策 跟我们的所有的制度 都必须要从这十七个目标 希望大家共同来做 希望大家共同 共相盛其 一起来努力 我们从内部开始 我们放眼天下 放眼整个 包括我们爱护所有的地球 那我是栗山国小 西湖国中长大的 我每一天十几年前 在建参哥已经是议员的时候 谢谢他帮我订下这个基础 因为以前每一天走着回家 永远记得这边 这边就其实很像一个 我比较不好意思说 当年我这边还有看到一些 黑暗地还有一些仙人的 这个种在这边 后面这边呢 过去我经过的时候 做个小学生经过真的会害怕 非常的治安的死角 到后来呢 还发生了一个全台湾很有名的 这个银行的钱藏在这个后面 所以其实这边是贵宝地了 对不对 一个在地的小孩看到社区的发展 跟一个成长 也栽培了像我这样的单亲 跟一般家庭长大的小孩 能够当议员 就代表内湖真的是好山好水的地方 未来就像建昌哥说的 这ESG的精神 不只是我们名义代表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放在心中 让这边成为一个产观学界 更重要的一个企业 跟国际发展的地方 世界看见台湾 一直都是我们台湾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我们真的就拍表 尤其我们内湖 这个科技园区 这个已经是世界知名的 这个要继续拍表下去 一定要跟这个永续的生态结合起来 这是世界的潮流 我们台湾不能落后 一定要大家一起提倡 不同于社区在地营造 里长放眼国际 未来也将透过各种活动 以及讲座的举办 配合德明科大的课程安排 更加具体落实 这些永续发展的目标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曾经在一起 工作机制计所谓预计刑 情语 作词 我们就来 我们的生活 特别人 有交流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每到中午内湖区州美里长邱莉林 与志工们就分头载着爱心便当 爱家爱户送给里内行动不便的长者及弱势家庭 这项散举让长辈们相当感激 全世界是没有出这个里长最好的 这样哦 都会送便当给你吃就行 对啊 不是好像送便当 做很多啦 位于内湖科技园区门库的中美里人口众多 其中长者就有1600位 因为地方发展早老旧住宅不少 不少长者也因为行动不便难以下楼 不过在陈美桥移动的部分 却因为当初使用分区被列为第三类工业用地 导致无法进行都更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 因此除了组织爱心志工加强服务外 邱莉林更呼吁中央能早日通过 107年就提出了产业生活专区计划 我们现在的第三种工业区 那因为不能做住宅使用 所以呢很多老房子面临要都更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申请做住宅使用 那尤其很多长者现在是没办法上下楼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的邻居们当初我们在107年联署 希望把第三种工业区变更为产业生活专区 我们从107年跑到现在 这个台北市政府都发局 这个送到中央又退回来 送到中央又退回来 那当初南港的八个礼 他们做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顺利 反而我们这一次我们内湖要争取 这个产业生活专区 就是困难度很高 中央给的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要代表我们所有的邻居们 拜托我们中央的都省会 在这方面能够多多的帮忙 我们当地的民众 另外贯穿里内的陈美桥 也是来往内湖科技园区的交通邀道 不过迟迟无法进行拓宽 加上附近没有捷运线经过 每到上下班尖锋时段 就交通大打劫 居民进出同样大受影响 这个陈美桥当初呢 20年前就有提到说要拓宽 来解决交通的问题 结果呢20年过后了 历经了很多的市长了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消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各地要来内湖上班的上班族 包括台塑来了几千人 大家都希望 这个从陈美桥过来 从台北市区 或者从基隆 大部分都是透过这个陈美桥 以及到内科到我们内湖区各个这个 包括创建啊伟创啊 这个都在我们周梅里的附近 现在还有熊师 深恒舱都在这个附近 所以这里的交通可以说每天啊 几乎都是非常的拥挤的 非常的拥挤 所以造成我们这里的民众要出去 也是非常的不方便 因此邱莉林建议 这一块已经解除列管的新明国小预定地 能作为捷运厂站开发 让捷运松山县延伸到这里 也为都市更新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的铁皮屋 就是新明小学预定地 那当初呢 已经把这个小学呢 移到五旗社区 也就是旧中路南京东路口的台美国小 所以现在呢 这块原先的教育用地呢 就解列了 那我们希望呢 利用这块地 然后希望捷运局呢 和民众来讨论 是不是这个地方来做捷运站 共购 让民间他们也能够盖大楼 也能够如愿 那另一方面呢 也解决了我们这个地区的 一个交通的问题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有请双方的签约代表 请就签约内容 指定的签约代表人位置 请签名 在台北市长脚安见证下 台北捷运公司董事长赵少联 与村园营造董事长蔡宗宪完成签约 代表捷运建南路站 多目标大楼工程将正式启动 脚安期盼 借此重新塑造厂站周边空间机能及价值 提供运输生活及休闲的多元都市服务功能 也带动整体区域发展 我想这边不只是能够更加活化 我们在大直地区相关生活机能 同时带来便利的生活 更创造多盈的局面 不只是市民朋友 市政还有捷运公司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去年七八月的时候 刚刚有机会到其他国家去参访 到新加坡 韩国首尔 到上海 我们看到他们这些国际一流的城市 他们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发展 也都是朝向TOT的概念 也就是大宗运输捷运场站 为导向的发展 捷运建南路站 多目标大楼是利用原有 建南路站南侧客运转运站 及广场兴建 规划地下两层 地上22层的复合式大楼 除了办公司与商场 还有教保中心 区民活动中心及景观餐厅 我们从在建坛的TOT到这里 我们都有教保中心 都在三楼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让在这边工作的员工呢 他们可以放心的把小孩摆在我们的教保中心里面 跟他共同的成长 共同的生活 这也是我们很努力的希望TOT大楼呢 能够跟大家的生活跟捷运完全的结合 绿运输 还有绿建筑 智慧建筑 以及大家的生活全部结合在一起 这才是我们台北捷运公司目前希望要做的 捷运建南路站多目标大楼预计118年完工 包括目前签约新建的建坛站及正在新建当中的士林站 小湾希望透过各个TOT场站的开发 未来市民的需求在15分钟内都能到达 将台北市打造成15分钟城市 未来我们整个城市的规划 我们要运用台北市独有的优势 绵密的捷运网络以及场站 强化我们周边土地的使用强度 带动整体区域的发展 我想这里未来会是我们大支地区很重要的新地标 这也跟我们未来整体台北市规划 打造15分钟城市一致 也就是我们希望未来市民朋友 用步行、骑乘 最后有15分钟可以满足大家的 十一住行、娱乐 不管是交通、居住、工作、就学、医疗、休闲、运动 未来15分钟内都可以到达 而我们串沿TOT各个厂站的开发 把整个城市打造成为更宜居舒适方便的环境 除了持续推动捷运厂站 透过都市更新、强化交通建设、商业发展及生活机能外 台北市总人口数也传来好消息 原本下滑跌坡250万的台北市 在疫情趋缓及热身助阳政策激励下 人口逐渐回升 其中内湖人口数已经位居台北市第二大行政区 加上与南港的新生额增加快速 未来港湖选区渴望再增加一席议员 对此角湾乐观其成 也期盼有更多人加入服务市民的行列 很高兴台北市人口不断持续在增加 港湖的人口数也在增加 所以包括民政局、社会局都有跟我说 未来有可能在港区 因为人口数增加 疫苑期就会多疫情 但我想会有非常多的人 愿意为地方来付出 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民意代表 和我们一起为市民来服务 台北市公司 在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螺丝粉及查专案 结果总计有两家餐饮业者 及五件网购产品不符规定 违规店家包括柳州螺丝粉 柳州正宗螺丝妹 另外网购平台虾皮购物 螺丝粉网站贩售的李子柒丝粉 好欢螺、螺丝粉等知名品牌 都在违规名单内 这次卫生局启动螺丝粉的一个机查专案 针对我们台北市的一个制造螺丝粉的一个餐饮的业者 我们总共机查十家 另外也针对于电商平台贩售的螺丝粉也查 就是抽查十件 那结果有两家的餐饮业者 跟五件的那个网购的螺丝粉的产品不符合规定 那这次两家的不合格的餐饮业者呢 一家他进口的螺丝粉类的这个汤头的原料 他没有依照规定申请输入查验 然后申报产品的一个资讯 那这个部分呢 是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三十条跟第四十七条 那这个部分卫生局已经依法采取 另外有一件呢 就是他所使用的这个螺丝粉的一个食材 里面有一个叫做红油酸生 那这红油酸生 它是在大陆的一个电商平台订购 那红油酸生本身是属于大陆物品不能进口的一个品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涉及到违反海关气死条例 那我们也已经移给我们的财政部官公署 进行后续的一个办理 那在电商平台所架构的十件的螺丝粉产品当中 有五件是不合规定 其中有一件呢 是在同一个网站所购入 那产品到货之后呢 产地标示是中国 那这个部分呢 由我们警察局协助我们 寻线追查他的一个商品的一个物流 发现他的发货地点在桃园 那所以这一件呢 也现场查获有存放许多那个螺丝粉的产品 那因为我国也没有准许开放螺丝粉进口 所以它也涉及违反海关气死条例 那另外有一件的螺丝粉的酱包呢 是被我们检验出防腐剂去水畜栓不合规定 那去水畜栓在螺丝粉类的酱料类是属于不得添加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十八条跟四十七条 可主制造业者或责任业者三万到三百万元的罚还 那这个部分不合格的产品 精锤查它的源头在外星市 说明也已给当地的卫生局进行后续的一个办理 卫生局表示 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相关规定 中国大陆制粉条类产品属未开放进口货品 若实体通路及电商平台贩售该商品 以涉及违反进出口规定等有关法令 根据台湾地区及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的相关规定 大陆制的粉条类的产品像中式面条 攀平面条还有像米粉条类呢 都是属于大陆物品不合进口的品项 那如果在实体通路或在电商平台进行贩售的话 就会违反进出口的相关的规定 所以我这边呢 也特别要提醒我们的食品业者 如果你要进口中国大陆的一个物品的话 应该要先到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的一个网站进行查询 或者直接询问国际贸易署说 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从大陆进口 那确定可以进口之后呢 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报关跟报应的一个动作 台北市法务局消保官呼吁 消费者购买食品应慎选商与良好的实体业者与网路平台 以免买到来源不明或标识不清的商品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民众一起导致 出谷損失五百萬元 小偷敲開鎖大方進入搬東西 但監視器因為山區多餘多物 早就壞光光 這款進口美國隊長 半身銅像 單支就要將近新台幣38.5萬元 這款鋼鐵人全身雕像 只要6萬8千元 而日本格鬥遊戲知名角色 不知火舞更要價12萬3千元 有四分之一 有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還有1比1的 我另外一個倉庫就有1比1 幾乎都搬光了 都搬光 因為這邊會照到太陽 所以他會有那個痕跡 那邊可能太陽沒照到就沒有 但是基本上之前是 這樣兩排都是麻 本分局於3月12日 受理七獨區某廠房召竊案件 被害人報稱召竊財務眾多 損失金額上代估計 本案本分局偵查隊 與馬林派所以及 刑事警察大隊共組專案小組 以課證針對相關的線索 持續清查中 目前金融警方已經接獲報案 前往彩鎮展開調查 收藏家已馬上更換新倉庫的門鎖 就怕寶貴的收藏品 再度遭到欠賊惡度光顧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道 因為我不知道我的射團貼 一身黑色羽毛展開翅膀 在空中翱翔 失去音訊3年的黑淵紅K7 日前被暗鳥人士拍到 出現在金融海洋廣場 賞鳥人士十分驚喜 K7這隻昨天被 台灣營料保育協會的陳十一老師 他在基隆海洋報廠發現 那我們看到畫面 他的發爆器的繩子已經鬆脫 那目前呢 是懸掛在脖子的下方 不過暗鳥人士卻發現 他的脖子上發爆器 竟然已經鬆脫 就這樣垂掛在胸前 讓鳥有擔心 會不會影響到密石 紅K7是在2021年西方的幼鳥 之後一直在北海岸一帶活動 不過當年10月發爆器就失去了訊號 從此音訊全無 時隔三年 看他已經長大 就擔心發爆器會影響到他密石 鹽鳥協會請民眾多關注 恐怕對他的飛行跟密石都會引起相當的影響 那希望能夠到海洋廣場記錄的朋友 多多的關注他 如果有機會的話 儘快救援他 把他鬆脫的發爆器拆解下來 發現黑暗紅K7已經健康長大 暗鳥人士都很興奮 雖然胸前暫時還掛著發爆器 飛行起來搖搖晃晃 但希望發爆器未然能夠自動脫落 讓他繼續翱翔天際 記者黃紹銘記錄報導 全身黃的刺河豚寶寶首度公開 在館方細心照料下 一窺孵化到小寶寶成長的樣貌 對我們台灣大部分 我們看到的都大概就已經差不多10公分 或是20公分 那像這種只有幾公分 只有一兩公分這樣的小魚 應該目前就只有我們海客館有 那這一次當然海客館非常的幸運 剛好有碰到我們養的刺河豚 然後自己自然的產卵受精 然後我們有機會從頭開始照顧 這個刺河豚寶寶去看他整個的變化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些養殖技術的累積 未來針對不同的物種 我們都有那個能力去呼一他們 然後把他們養成 可愛的六斑二尺寶寶 有嚴重的挑食現象 讓四育圓很傷腦筋 因此嚐到野外採集羅類、藻類、藻鉤蝦 等不同釉料生物 每天餵食五次以上 所有的歷程都被記錄下來 成為很好的海洋教育素材 這個技術真的很棒 然後也營造一個很好的環境 在整個這個過程 我們就可以作為 把它的歷程都把它記錄起來 剛好去補了我們在講海洋生物 其實有很多種類的生物的歷程 其實你在史料是看不到的 那我們這一次剛好 是我們人工養殖出來的 而且整個觀察過程 就我們同仁都會把它記下 它的成長歷程 那剛好未來也可以做一個 我們在講海洋教育 很好的一個素材 被記錄下的生態 都在潮進智能海洋館內 除了全身不滿刺激的六斑二尺臀外 還有不同種類的臀類 香臀跟刺耳臀不一樣 是它的外殼 它的身體的那個整個那個 鱗片就癒合成骨板 所以它是硬硬的 所以好像箱子一樣硬硬的 歡迎民眾把握機會到海科館 朝進海洋中心看可愛的河豚寶寶 若看到忙碌的私域員 也可以跟這些海洋生物 照顧的保姆們打招呼 記者蔡小君 基隆報導 為了打造書箱城市 基隆市文化局推動 共讀基隆24小時的計劃 既建書店率先響應24小時書店之後 位在中山區的太平青鳥書店 也加入試辦24小時書店 喜歡閱讀的市長謝國良 也感謝書店的響應 今天是麵包子 對 對 因為其實像 我想大家知道很多國家 就是吃麵的時候 你們感覺會特別有 那 我也是 我晚上有很多時間 對 所以常常就是會到可能 凌晨兩三點後 他們就很希望可以找個地方 可能有很多人可以拍散 大家好 非常期待 未來的太平青鳥 會拍得越來越晚 然後內容會越來越美 謝謝 太平青鳥書店 將在3月29日試辦 第一場24小時口碑場 後續依執行狀況 陸續調整試辦時間 市府也將持續結合店家來推動 讓基隆各角落 充滿書箱氣息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未在基隆的長榮桂冠酒店 19樓咖啡廳 目前開放給一般遊客來使用 其中有一個座位非常的特別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這裡有個長榮集團總裁 張榮發專屬的瞭望點 在19樓的這個位置 我們都講說這個位置叫總裁位 所謂的總裁位 就是當年總裁他擁有一艘豪華遊艇的時候 停泊在基隆港灣 他就會坐在這個位置 下午的時候喝一杯咖啡 靜靜的看著他的船 欣賞的這個港灣 就是身為一個總裁的一個紀念的時刻 所以我們就會跟客人介紹說 你有機會呢 一定要來坐在這個位置 不論你是想用下午茶 或是說跟女友求婚 應該都是會成功的 對 這個是我覺得這個位置 非常有紀念意義的這個小故事 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 跟基隆有非常深厚的地緣關係 因此當年發願在基隆 來興建一個地標型的國際飯店 希望促進基隆的觀光發展 基隆他就是 是總裁的一個念小學的一個故鄉 因為他其實出生地 跟念書的地方是有一點就是不一樣 但大部分的時間 他都是在基隆這邊念書啊生活 那他其實他是信義國小的校友 然後所以呢 他在當時就有人跟他推薦說 他在基隆這邊蓋飯店的時候 他就花了非常多的心血跟時間 來做評估 做一些財報 那當然這些財報都 一開始都不是他所想像的 但是他還是執意 在好幾個版本之後 就很執意說 我就是要在基隆開這家飯店 回饋鄉裡 為這邊的人民就是造福 能夠有個心急飯店 那也就這樣子 基隆長榮成立了25年到現在了 對這個我覺得這個工程非常不容易 因為他靠海 那甚至甚至中間還經歷過921 但是大家也看到說 這棟他在防洪防震上面 都做了很大的努力 然後所以也就一直屹立不搖到現在 歷經三年的疫情後 今年是基隆港郵輪旅遊的爆發年 有許多國際郵輪 以母港或掛靠的方式進出基隆 而長榮飯店的19樓 也是觀賞國際郵輪進出港的 絕佳私密景點 提供給有興趣的旅客參考 在北邊的這個部分 其實最遠我們可以看到基隆雨 他其實這樣出海口出去 就可以看到那個港灣 他是這樣先往右再往左 如果有搭過郵輪的人會知道 其實他在出去跟進來的時候 今年郵輪年 希望大家有機會來基隆看 他那個郵輪進港的時候 大騷的郵輪 他會有一個倒船的儀式 到船的時候他是從進港的時候 進來到牛丑港 他就開始旋轉 旋轉然後他要倒著進港挺好 這樣子他在出海的時候 才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邊拍一個縮時攝影 就看到那個船在這個海中間 轉圈圈的模樣 非常有趣很可愛 今年應該會有非常多郵輪 有機會讓遊客看到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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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